西伯来书第四章 我们既蒙留下又进入他安息的应许 就当畏惧 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 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 像传给他们一样 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 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 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 正如神所说 我在怒中启示说 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 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 论到第七日 有一处说 到第七日 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 又有一处说 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 既有必尽安息的人 那先前听见福音的 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去 所以过了多年 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 如以上所引地说 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 就不可应惹心 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 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 这样看来 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 为神的子民存留 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 正如神吸了他的功一样 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 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 神的道是活泼的 是有功效的 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 甚至魂与灵 骨节与骨髓 都能刺入 抛开 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 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 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 都是赤露敞开的 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 就是神的儿子耶稣 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 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 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 与我们一样 只是他没有犯罪 所以 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 为要得连续蒙恩惠 做随时的帮助